保林查试实案问题 台北市议会今天在警政卫生报告当中 有议员特别询问了侦办进度 警局长张荣新指出 目前卫福部会将检验科学证据 提供给检方来作为参考的依据 而新一分局也调查告一段落 初步排除下毒的可能 但是有可能因为涉嫌制造贩卖造成食物中毒 已经依照实案法等等罪嫌送办 进一步厘清毒素产生的原因